粉丝他也是这样,全家人出来,他分两批走 比如说你带你大儿子,你的配偶带着你的小儿 就带他分开走,没有说一起炸堆,一家四五口人一起哗出去 不会这样,就分开走,要么你就去澳门去 比如说你现在要出来,是吗,你去澳门旅游 今天你和你的大儿子去澳门 明天你配偶带着你的小儿子去澳门 你们在澳门集合一起飞也行 只要能过到香港澳门就行 先出,先出去,出到,出那一道,第一道先出,出到那边就可以了 要么你就分开飞 听口说我的权益如何得到保障,主要不了解那边的法令 你的权益如何保障,这边有律师了,你也可以自己选律师 因为这个房产证在你名下,你没有什么权利不权利的东西 第一,房子是别的房子写你名下,你只是给的租金而已 相当于这样,房子在你名下 第一,因为所有的房子只要申请了入籍 你动不了,他也动不了 政府自动给你锁定三年,不买卖锁定三年,不可动 但是这六个月的时候,你已经拿到护照了 当你拿到护照以后,这个房子已经被锁定了 谁都动不了,这有仅有的,中间没有什么环节 因为这三年谁都动不了,你想卖也卖不了 他想卖也卖不了,锁定的